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这款橱菊水桶包,这款水桶包员视频来于一位韩国的博主。 这款包采用棉草拉菲线勾织,包身硬挺有形,容量大,可装纸巾,手机等,还有剩余空间。 成品尺寸高18厘米,宽15厘米。 这款包先勾制12个橱菊单元花片,再拼接,然后勾制包底连接花片,再勾制包身部分。 另外一款为四股牛奶棉勾制,成品略软,包底也放了定型版。 尺寸在高16厘米,宽14厘米。 大家可按自己需求选择合适的线材勾制。 我们从单元花开始勾制,单元花总共勾三圈,第一圈。 环形起针,先绕线,绕小纸一圈,再绕十纸一圈,最后绕中纸一圈。 在中纸这里形成一个交叉的线圈,捏住这个交叉的线圈。 起针的部分,我们都是在这个线圈里进行勾制。 勾针穿进线圈,把线勾出。 先勾两个锁针作为第一圈起立针。 锁针的勾法,勾针从下往上绕线,把线从线圈里勾出。 一个锁针完成,再勾一个锁针。 这两个锁针算作第一针,然后在圈里勾制十一个中长针。 中长针的勾法,勾针先绕线,挂一个线圈,再穿过起针的线圈。 把线勾出。 这时,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再次绕线,一次带出三个线圈。 一个中长针完成。 继续勾制剩下十个中长针。 加上起立针,第一圈共有十二针。 十二个中长针完成后,我们可以数上面的立柱。 一个立柱代表一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一共十二针。 然后,拉着根线头,收紧起针的线圈。 在第一个中长针的辫子上,勾引拔。 也可以从起立针往上数。 第三个辫子上。 把线头放在勾针上一起勾进去。 引拔针的勾法,勾针绕线,一起带出所有线圈。 引拔针完成。 第一圈结束。 然后断线。 把线圈拉大。 打个死结。 我们开始勾第二圈。 取出另外一个颜色的线。 从两个立柱的缝隙间穿入勾针。 将线勾出。 勾两个锁针。 作为第二圈起立针。 第二圈需要勾之三个长针的枣形针。 起立针算作第一针。 所以在勾两个长针的未完成针。 长针未完成针的勾法。 勾针上先挂线。 从缝隙间穿过。 将线勾出。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勾出前两的线圈。 这样为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 再勾之第三个。 勾针先绕线。 穿过缝隙。 将线勾出。 合并前两的线圈。 这时候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再绕线。 一次性勾出三个线圈。 这样为三个长针一组的一个枣形针。 我们需要在每组缝隙间勾之一组。 共十二组。 每组之间勾两个锁针间隔。 接下来勾两个锁针。 然后勾第二组枣形针。 同样,勾针先挂线。 穿过第二组缝隙。 勾三个长针的未完成针。 将线勾出。 绕线,合并前两的线圈。 第一针完成。 第二针。 第三针。 这时候勾针上共有四个线圈。 除了第一组,花样为三个线圈。 其他的都是四个线圈。 然后绕线,再一次性勾出四个线圈。 第二组花样完成,勾两个锁针。 接着勾第三组花样。 第三组花样完成。 勾两个锁针。 继续勾第四组。 按这个规律勾完第二圈。 最后两个锁针勾完后, 我们可以数一下。 一共有十二组花样。 有十二个孔。 我们在第一个锁针的孔里勾引拔。 然后断线。 把线头在辫子上来回穿几针。 再剪掉多余线头。 第三圈,我们把这个圆片勾成正方形。 取出另外一个颜色的线。 从任意一个孔入针。 将线勾出。 勾两个锁针作为第三圈起立针。 同样, 这个起立针也是算作第一针。 继续勾两个中长针。 加上起立针, 共有三个中长针。 然后勾一个锁针。 同一个孔内再勾三个中长针。 这样为正方形的第一个角。 接着勾边的部分。 在接下来两个孔里, 各勾两针短针, 总共四针。 勾针穿过第二个孔。 勾针上不挂线, 将线勾出。 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绕线, 勾出两个线圈。 这样为一个短针的勾法。 同一个孔再勾一个短针。 在第三个孔里也是勾两个短针。 这个边完成后, 我们继续勾第二个角, 和第一个角同样勾法。 勾针先挂线, 在孔里勾三个钟长针。 然后, 一个锁针, 同一个孔里, 再勾三个钟长针。 第二个角完成。 再接下来两个孔里, 各勾两个短针。 之后, 都是一样的勾法。 这个孔勾第三个角。 然后, 然后, 这两个孔勾第三条边。 这个孔勾第四个角。 这两个孔再勾第四条边。 两个短针完成后, 直接断线。 拉大线圈。 为了方便拼接, 我们都是采用隐形收针的方法。 穿针。 穿过第一个长针上的整个辫子。 也可以从起立针往上数。 第三个辫子上。 再从最后一针短针辫子中间穿出。 背面穿两根线。 然后, 回穿几针隐藏线头。 一个单元花片完成。 我们需要勾十二片。 其中, 六片预留三十厘米左右长线方便之后的缝合拼接。 我们像这样, 按顺序摆放。 先拼接纵向部分。 最后, 再拼接横向的部分。 取出留有长线头的一片, 穿针。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三个中长针, 各对应这三个辫子。 一个锁针对应这个辫子。 将线头穿到锁针的辫子中间。 再取出留有长线头另外一片。 将这片的线头调到另一侧。 然后挑另外一片对应的锁针上的辫子。 这边的第一针中长针, 对应对面的第一针中长针。 第二针对应第二针。 第三针对应第三针。 第一个短针对应对面的第一个短针。 第二针对应第二针。 第三针对应第三针。 。 第四针对应第四针。 这边的第一针中长针, 对应对面的第一针中长针。 第二针对应第二针。 第三针对应第三针。 第三针。 这边的第一针对应对面的锁针。 然后我们取出另外两片没有留长线头的花片。 从两片锁针的辫子中穿针。 从两片锁针的辫子中穿针。 第二针对应第三针。 第三针对应第二针。 第二针对应第二针。 第三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来缝合,接下来几片 取出流长线头的一片 把线头靠另外一侧 同样方法开始缝合 取出流长线头的一片 然后取出一片没有线头的花片 缝合 缝合,接下来几片 纵向缝合完后 开始缝合横向部分 剪一段长线 穿针 从锁针的辫子里 入针 一针对应一针 臣 第一次编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缝合完后,我们把织片围成圈,对应缝合 感谢观看 接下来,我们需要在边缘部分勾织一圈 在第一个中长针和第二个中长针之间的空隙出入针,调整个辫子 两根线 取出线 将线勾出 勾一个锁针作为这一圈起立针 这里需要注意,短针的起立针都不算针数 然后在同一针里勾一个短针 在短针上扣上机号扣 在第二针和第三针空隙处,勾第二个短针 接下来在锁针的孔里,勾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 在另一片对应的位置 锁针的孔里,勾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 勾针上这时候有三个线圈 一次勾出三个线圈 这样为一个长针的两针并一针 这上面只有一个辫子 所以数的时候,只算为一针 然后,在三个中长针上 对应勾三个短针 从同一个孔如针,勾一个短针 接下来两个中长针上勾两个短针 然后四个短针上,对应勾四个短针 三个中长针上,对应勾三个短针 穿过锁针的孔,勾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 在对面的孔里同样,勾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 然后一起勾三个短针 然后一起勾出三个线圈 在同一个孔里再勾一个短针 继续勾剩下九个短针 十个短针完成后 再勾长针的两针并一针 然后十个短针 然后十个短针 我们可以看出 从第一个短针到长针的两针并一针 十个短针加上长针并一针算作一针 一组总共有十一针 二、四、六、八、十、十一 一片上共有十一针 这里共六片,总共有六十六针 勾完这一圈 六十六针完成后,断线 拉大线圈 我们从第二针的辫子上穿过 进行收针 因为从第一个辫子入针的话 这里会形成一个辫子就是一针 最后总数就会多加了一针 所以后面的收针 都是从第二个辫子上入针 之后的视频我就不再多重复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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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次见 啦 naglap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